一大清早 原警到公園 牽巡邏箱 但旁邊這名只穿內褲的男子 卻突然引起他的注意 大吼大叫的 原警還沒搞懂他要幹嘛 就突然被一拳揍了過來 打到臉上 但他也馬上被原警大外哥 當場壓制在地 至原警令火速感到 內褲男已經坐在地上 被其他同仁上鋼 也馬上把人帶上警車 要好好問他 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麻襲警 男子平時都在臺北市萬華猛甲公園出沒 公園其他人對他也有印象 因為他才剛出雨五天 他那時候剛關回來 剛關出 剛執行回來 他好像早上喝酒還是怎麼樣 就失序 原來當天這名五十五歲的 成親男子看到張心員警 在牽巡邏箱 莫名其妙命令警察 幫他去警衛室拿衣服 實在是眉頭眉尾的一句話 被原警拒絕之後 他竟然動手攻擊 造成原警嘴唇受傷 日前他也在同一個公園 不滿其他路人講話太大聲 居然動手攻擊 還持鈍器毆打對方 多次犯下暴力事件 這次變成襲警 比起公園 他可能比較喜歡在監獄裡 TVBS宣傳沒有也聽不到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